大家好我是PonPon 本部影片來分享一下 是我們出發賣分415的副本 具象思維手腦相關的補師攻略 那這一次這個副本啊 可以說是對於如果你的裝備數值比較高的玩家 可能會蠻親民的吧 因為BOSS這一邊啊 其實他最主要的就是輸出的玩家是必須要把小怪給打掉的 唯一的重點是這個 坦如果你可以活得住的話 甚至是坦完輸出也是可以的 那只要有小怪打掉 然後基本上補師的補量夠的話呢 你就直接帶全補 可能進化也都不用帶 光明屏障也不用帶 就直接站著 然後再來就是拿新的裝備大概就是這樣子 藍人包就是這樣 就輸出只要打小怪 然後在你的坦呢 就 能活得下來轉輸出 補師呢 就旁邊加油打氣 那就拿新裝備就這樣子了 然後再來看一下是什麼技能的部分 那我這一邊呢是進化啦 那其實是可以帶全補的 然後再相關的被動就是如之前先前經典的配置 然後在屬性的部分這一邊 我的這個命中啊已經來到了100%了 也是不小心的 然後再來拚的是全能以及還有極速 技巧暴率都把他拉高 然後再來額外治療的效果我們這一邊呢 直接拉到了 70幾%了 治療效果的部分 所以我這邊已經基本上是純補式的配置 然後再來天賦的部分也是一樣 自然之力 活力回緩以及還有療癒魔力 然後再來麥勒獸的部分 這邊依然還是達恩之書 魔導共鳴 然後接著是我們的這個奇友會的部分 那奇友會這邊的話我是裝那個卡皮巴拉啦 那一般的玩家其實也可以裝紅光為主 那貓包包這一邊我這邊外殼的話呢 是有觸發了兩個攻擊力4% 以及還有萌萌的效益 大概就是這樣子了 那這一次副本真的是比較簡單 那接著就來看一下是我們相關的這個實戰吧 我們會進一步進去脫炎 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K 优独播剧场——YK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